这边 接下来 大家一会知道 什么是火龙果 因为 果生在 红色的先人掌 前面 红色的皮 皮有一块像鱗 的皮 然后它抹开厚 但是 大概这样 裂开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裂开呢 因为火龙果周围 那些种子周围 火龙果的肉有很多散 放在泥里有些散包着它 它就不会发芽 于是它就裂开 裂开之后引起很多蚂蚁 因为它是甜的 蚂蚁吃光了 但是种子周围的散 它干了 跌落地 它就可以发芽了 香港人对本地生产的农作物 包括蔬菜 需求都比较大的 香港的农村 很多地方 现在就堆货柜 泥头 又有些 收了一些 废料在那里整理 这些很浪费的地方 所以特区政府 搞一个新农业政策 我们希望把地生回来 然后把它重新规划 重新整理 有电道 有水道 有渠道 在那里可以让農民 可以比较有规范 去种植 希望将新界的农村 将它恢复耕作 评论 大